哈囉大家好 我是部長 我們現在就是活在一個疫情的時代 我們就是要學習怎麼樣跟病毒相處 沒事在家的時間真的是越來越長 當然在家中這個娛樂的要求也就越來越高了 所以當你買了這個次世代的家用主機 像PS5或者是你左了一台 就是可以看似可以上太空的家用主機PC 這些東西最後的最後一塊拼圖 就是一台顯示器 你這些東西的畫面要投到某一個東西上面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開箱跟體驗測試的 就是由GIGABYTE所推出的 AORUS FI32U 4K遊戲顯示器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呢 趕快訂閱起來 小鈴鐺記得打開就不會錯過任何新的影片囉 這次顯示器一看非常的霸氣 這次顯示器一看非常的霸氣 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外觀呢 整個是走那種非常俐落的一個線條設計 真的是滿滿的這種男性感啊 再來呢我們到這個螢幕顯示器後面這整個支架 哇這個支架可以說是奠定這一款顯示器的一個風格所在啊 所以這真的是一氣呵成啊 另外一個重點呢就是這一次的底座 它可以讓顯示器做各種角度的一個擺動 可以讓這個顯示器做出往左跟往右的這種擺頭的動作 以及往上往下的這種抬頭跟低頭的這個動作 還有另一個是把螢幕整個做90度的翻轉啊 把它變成是就是平常在做程式coding的時候 需要的這種直式的螢幕 也都可以直接在這個支架上去做完成 TACO是搭載了HDMI 2.1 提供了更高的4K 144Hz的頻寬啊 可以讓你有擁有更好的遊戲體驗 採用31.5吋UHD的面板呢 解析度來到了3840x2160 以及144Hz快速更新的頻率 確保你的流暢的遊戲感受 好的剛剛前面呢都是針對這個顯示器的外觀啊 以及這個實際功能的一個介紹跟一個感覺的一個分享啦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實機測試跟體驗的一個部分 那我今天呢會拿兩個東西來做測試 一個呢就是用PS5啊這個最近剛出的對馬戰鬼的導演剪輯板呢 來測試這個螢幕的顯示出來的顏色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對馬戰鬼就是以它的畫面著稱啊 所以我們這次用PS5呢剛好可以用它的這個 可以用4K60幀的這個畫面呢 來測試看看這次的顯示器的表現怎麼樣 那因為PS呢最高也只能到4K60幀呢 那至於144Hz更新率的部分呢 我就會用這個PC的Apex英雄這款遊戲 哇這款遊戲最近真的又是很紅很紅啊 那我們就用這款遊戲來測試一下 看看這個畫面給我的感覺 給我肉眼的感覺是怎麼樣 然後我來敘述給各位聽 首先呢我們就是要來用PS5來玩對馬戰鬼 喔可以看到這個登入畫面喔 確定是PS5了哈 我們可以看到啊我們這個目前的畫質呢 就是3840乘以2160的4K畫質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更新率呢是60Hz啊 我們看到右邊這個更新率60Hz啦 好我們目前呢來到了對馬戰鬼的遊戲之中啊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目前 可以看到主角的近景的披風啊 非常的流暢 而且我們現在目前在這個區域呢 有這個藍天還有後面這個 顏值喔比較白色的一個地方啊 可以看到這個流暢度非常非常好啊 那水啊一直以來啊都是在遊戲世界裡面是很重要一個畫質呈現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流動的這個感覺都非常非常的好 當然呢遊戲本身的畫質已經是很重點呈現的一個環節了 10BED的面板呢也提供更豐富的色彩表現了 90%的DCIP3的橙色範圍呢能夠還原清晰 而且逼真的色彩啊 HDR顯示器可以提供更好的對比度 以及更鮮豔的色彩啊 除此之外呢更可以透過獨家的HDR設置享受專屬的遊戲 影音享受HDR的調教讓你倒飽眼福啊 真正享受極致的HDR饗宴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是要來測試Apex的畫面了呢 Apex呢這遊戲其實也是非常鮮豔的遊戲 那這裡面是可以開到144Hz的更新率的畫面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301 可以看到301非常的帥氣 可以看到這個槍啊 握把跟這個 彈匣這邊的一個反射的一個顏色呈現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跟你講 御火重生的一個槍的造型的展示 但是主要還是可以看一下它的那個光影表現 呈現怎麼樣 那低人稱射擊遊戲啊 通常都是很要求很即時的一個畫面的處理速度 因為你只要少那麼一拍 或少那麼幾拍 你的準心啊 或者是這個畫面呈現出來的樣子 可能跟真實的狀況不一樣 所以畫面的更新率在FPSD人稱射擊遊戲裡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螢幕上搭載了ESS SAVER 音效晶片 提供一套純粹有強大的音效系統啊 這種跟對手對槍啊 轟來轟去 這種充滿爆炸聲響的遊戲體驗呢 都可以享受到與盧比的偵探體驗 哇 剛剛這個體驗的Apex跟對馬戰鬼 我相信那個畫面真的非常非常的驚人 哇 很舒服啊 那當然我覺得如果用這台顯示器去看一些4K的電視劇或者是電影啊 哇 我相信也是會非常非常的爽啦 好的 以上就是這一次FI32U的這個體驗了 哇 真是非常感謝GIGABYTE能夠給我這個機會來去測試一下 跟體驗一下這款非常驚人的這個遊戲顯示器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開箱影片 就是稍微能夠感受一下這款這個顯示器呢 給予的這種顏色啊跟整個流暢度的一個表現 啊 還有一件事情最後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光華呢 這是首次線上跟線下結合的13週年慶的活動正式開跑啦 只要秀出自己DIY組裝的桌機 然後到光華數位新天地的官方粉絲團留言呢 就可以參加抽獎啦 那週年慶期間真的 光華的這個各種線上跟線下的活動真的是滿滿滿啊 詳細的活動參加辦法呢 跟這個可以獲得到的東西 所有的詳細資訊呢 我都擺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呢 都可以去資訊欄看一下喔 喜歡這個影片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對於這個影片 對於這產品有什麼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喔 好的 那我們就下一部的影片再見喔 我是部長 不久 Out